大家好 到9月10月左右呢 沙漠玫瑰会开它今年的第二波花 那么我们在现在8月份呢 大家就要着手准备触花 那么触花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给它在盆土里面埋上骨粉 为什么埋上骨粉呢 首先骨粉的话呢 它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零元素 零元素的话呢 可以促进植株花芽分化和开花 而且还能起到一定的触根效果 而且这个骨粉里面不仅含有零元素 还含有非常丰富的钙质 沙漠玫瑰呢 它本身是喜欢富含钙质的土壤 钙质土壤呢 不仅有利于它生长 而且有利于它发根 所以将骨粉埋进盆土里面呢 就非常适合沙漠玫瑰的生长和开花 使用方法呢 比较简单 我们将沙漠玫瑰它的盆土了铲松 沿着盆边呢 给它铲出一串勾出来 然后再将骨粉呢 沿着盆边埋进去 像这样子的 埋进去之后呢 我们再用土把它填回来 盖回去就可以了 那么在后期呢 经过浇水 它就会慢慢的释放养分 然后释放这些盖泥元素来促进沙漠玫瑰生长 如果没有骨粉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每次浇水的时候 在水里面兑上一点真根状化型营养液 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触花和触根的效果 因为它里面泥元素比较高 不仅能够触根还能够触花 关键是呢 它还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 有机质啊 中微烂元素非常丰富 可以让沙漠玫瑰在营养足的情况下更容易开花 在8月给沙漠玫瑰埋上骨粉 或者是给它用上一些吹花肥 那么沙漠玫瑰在9月就能够顺利的长出花苞 才能够花开爆棚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